宗哲你好 请双方选手挣择排除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宗哲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市碑 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 全国选拔赛 TV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张政党上午好 苏欣源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屏幕左侧 来自辽宁的球手苏灵 对阵屏幕右侧 来自北京的球手宗哲 比赛采用80分钟限时 13局7胜 双方轮流冲球 比赛开始 第一局宗哲开始 宗哲是来自北京 以前的职业的斯诺克球员 对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双压山战的比赛当中呢 宗哲也是打入了比赛的64强 是的 而且双压山我们两个在小组里面 还是一层的 对对对 有个碰面 对 上来 开球 黑八 还是没有进带 黑八如果进带的话 有机会可以选择 复位 继续进攻 或者重新开球 现在当对手打 苏灵是来自辽宁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辈的球员 而且他也是我们的世界冠军杨帆的教练 是的 现在呢在这个双折体育公司呢 也是做这个领队的工作 没错 起到了一个重视八球的传帮带的作用 上方 左边中带还是有一颗花球是可以进攻的 10号球 11呢也是应该可以看得到一个薄边 来看选球 但一定要小心啊 在这进攻过程中不要把右边中带的黑八撞进 看样子可能是要打E啊 对 看效果 还不错 苏灵使这个前节张主导应该不陌生 我是非常熟悉啊 我也使的是同款 就不知道这个追度啊 跟前脚粗吸程度是不是一样 黑科技的一颗 碳纤维前节 我用的是粗度12.4 12.4 还有一个是12.9 对 两款 目前在这个国内的顺便上也比较流行 因为它这个材质用的是碳纤维的航空科技 所以说很稳定 来看看中带 4号球有机会可以接力 然后留脚都打5再下来 3号球如果最后能较直 7号左边中带还是可以衔接 这干就一定要控制 稍有不慎啊 很有可能就 把8号就打掉了 好球 关键应该过度了 一定要尽量的去叫3号 这就是两个预留位置啊 分别在3号跟7号位置 要到右下脚底带选择上呢 给自己一个预判 注意 注意 不 utilize 注意 但是 看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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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方向往下 稍稍稍等一点点 留角度到左边中带就好了 中方方向往下 中方方向往下 带一点点的右赛渣单 没有问题 第一局苏梁寿 1分1比0 谢谢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大家 第二局苏联开秀 两位球员都是七零后的球手啊 苏联是1972年开球世纪 宗哲这边是1977年生人 但正说着啊 苏联这边开球世纪了 对 近带一颗过线两颗 进讯息了 关于开球世纪啊 这个上场的一方 可以选择自己来冲球 也可以选择让对手继续冲球 在上一战双崖山的比赛当中 宛同乐在对阵阿博拉江的比赛当中 也是应用这个开球世纪 让对手冲球啊 这种经典的这种战力啊 是的 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非常敢拼呢 换成一般的球员是不太敢 不太敢 让对手去开的 白球看效果 这边 左边上方应该还是可以打 但是左边下方的话 这个位置应该是没得打了 反复看 是不是在左边有个缝隙 能够支持这颗球打进左央方地带 10秒 延时 10秒 10秒 我们下方这个红3 看一下这条线路 从15号下边再往屏幕左上方走的话 想直接去K7 还是不太好K的 而且红3角度不太支持 10秒 这看自由对于中哲来说 绝佳的机会 苏灵也是主要想把 这个左边带口附近 稍微打乱一点 K开 然后让自己后面更好打 但是没想到会掉带 这看就做的并不算理想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小力 因为白球是向下的 这角度 这种小力推 这球要走的稍微多了一点点 大角度的包球 就算主球吃2到3库下来 或者3到4库下来 这个白球的力度很难掌握 首先来看看准度 这样的话来看中哲的解球 目前的一个主动的上手机会 也是变成被动了 刚好是没解到 变成了苏灵的自由球 打7就有机会上手 打完7之后先8-5解决 这样的话利用一个左边中带 黄1再向上 一次的162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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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终者 开架 第三局 终者 开架 第三局 终者 开架 三个中代 看能不能抓住这个好局面 率先拿下本场个人第一分 对 毕竟比赛是13局7胜 短局制 没错 而且上一盘 中折那个自由球 就太好了 下半台几颗球 上方单独一颗 没有选择好 白球最后是没较好位 对 走过了 中折 中折也是一位 比较坎坷的球员 曾经也是因为 在两三年前 一次又小臂的 比较严重的骨折 差点就放弃了 就不能从事太多这个行业 对 截止到目前为止 它的小臂当中 还会有钢板 对 钢板在里面 所以说也是 让人很尊敬或者尊重 这位球员吧 对 每一位球员背后 都会有些显微人知的故事 能够坚持到 这个年龄 还在从事这个项目 包括张智辰也是 他背后都经历了很多 长人不太了解的这种 对 曲折的故事 反正一般人 我不是不会告诉他 其实打线长了 我这个右腿膝盖 还是有点不舒服 每天上高中的时候呢 特别喜欢打篮球 对 打篮球的时候 有那么几回受过些伤 但是后面又转到台球上 也特别喜欢 你再举例的话 像世界一些大排明星 你看珍妮特里 对 刚柱 在这个脊椎的位置 抬球运动员肩颈 这都是腰 这都是容易受伤的位置 长期的这个 长期有劳损 这是肯定的了 一个姿势 只有劳损 运动损伤都会有 就是大家在打球同时 就劳逸结合 打一会球呢 自己稍微放松放松 比如撑撑腰啊 压腿啊 或者活动活动 这个肩颈附近 人时 90%的人 是没有这个想法 只能说在这个媒体传播里 让大家尽量地知道 对 要劳逸结合 所以松哲之前也跟我说 说每一次 因为咱们中式8球的这个球 是5.75的直径 孙多克是5.25 而且球呢 要比咱们中8的球要轻 所以打孙多克还好一些 这个打中8打大球的时候 一发大力 手臂的这个里面的钢板 它回馈这个力量的时候 会有一些酸胀 这也影响了这些技术动作的发挥 对 看这个 还是做防守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10秒 4 3 嗯 这个安球中带确实是没打进啊 运气还不错 14号过来 左下方最好打的单侧球2号带口给挡住了 看白球 2号还能看得到吗 不好进攻就只能再做防守 轻轻打7号球 把7号垫起来 1号都是 1号是 2号是 1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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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是 还是在考验对手中带的成功率 有多高 前面是右边一个中带 十四没打进 这边有十三号 十秒 十秒 直接做防守就可以往屏中间去放 力量太重了 二号球漏了 二号球漏了 稍稍带一点低端 这很像斯诺科里面打7分 找球队 往上K红球队 但是不用大理 就是小力 右边有带口衔接 正开就好 很谨慎啊 关键球 轻推 插一插白球防止静电 第三局 中折胜 1分1比2 1分1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开球也是花杆 这倒是黑炒剑 对 但没有球进 四球过线 没有球进 单色球 右下角底带的上边 六号球 没有球进 虽然跳进了 但是现在白球距离比较远 而且呢身后有两个花色球 是高架都不太好打 球杆要立得稍微高一些 你毕竟是肝头是从上往下 很容易最后碰到十一号 一定要注意啊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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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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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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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